很棒 今天蘇浩兒去了玩貓 唯有自己的面目 我可以自己一個人 拋拋拋拋,供勞奔馳 很漂亮的樹林 像童話故事的樹林 每個位置都可以拍一張漂亮照 停,陳安立 我們不是拍極速傳說 你這個人貌慢一點,可以嗎 踩單車由日本,不用這麼說 今集的主題是慢 你有沒有想過真的可以穿越時空 沒到過去 不好意思… 你看看,我們真的穿越了時空 來到以前到現在 都沒有變的和歌山湯淺 對,湯淺站由古城 現在要租一輛 先趕回我的復古單車 既然是踩懷舊單車 一於慢慢踩,品味人生 真的,周圍的建築都很懷舊 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這裡很漂亮 這裡就是湯淺 因為這裡很接近港口 所以也是一個貿易的地方 我知道以前全城的時期 有90間醬油店 你聞到嗎?很鹹 好像是從你來的 好像是 別說這些 我們說回我們的懷舊單車之旅 當然要配合特地租兩輛 懷舊單車復古的味道 你看,無論它的顏色、線條 最好是這個增皮座椰 這隻按得很舒服 加上釘挺漂亮、挺有美感 但對我來說 最棒的是甚麼?你知道嗎 有籃子,終於有單車籃 可以把整個家當放進去 我帶了飯糰出來兜風 還有這個滷面 側鏡就有滷面 太陽眼鏡,怎麼了 你怎樣單手踩著單車 又有滷面 就是單手滷面、單手踩單車 你懂甚麼? 拔一下水吧 別問我只來用 在這裡笑我 還有防曬 防曬… 對不起 還有地圖 跟你經常走錯路 還有水 我的天,很多東西… 補償… 懷舊之旅,出發 油湯淺,懂得玩一定去北丁街 這個老街區 很完整地保留了日本傳統女農丁街的特色 你看,這個田丁街 仍然在用瓦片屋頂和木格山 好像是日劇的主角 這個小鎮不少東西 有八個圍園那麼大 仍然很寧靜 正都會懷疑究竟那些人去了哪裡 想起這個平衡時空 只剩下我和你 就很想穿越回現實 對… 還沒回現實前 先吃一百多年歷史的名物吧 這家米店的燒紅豆餅 限定小量供應 平時還沒到中午就賣光了 幸好今天老闆留了兩盆給我們 這就是焼餅 紅豆燒餅 沒錯 是 不好意思 我們先嘗嘗燒過的 謝謝… 剛才我看的店舖有個報紙介紹 這間店有140年歷史 這個紅豆燒餅也有140年歷史 比你和我更老 加起來 先嘗嘗 雞腿 很貪心,多吃一個吧 你還沒吃早餐 乾杯 這個沒有餡料… 不過有紅豆很棒 對 對,但這裡本來是米泡 所以這個也很好吃 很有趣,它這麼多年 有140年歷史 傳統的男人負責搬米、堂米、賣米 對,那女人做甚麼 女人慢慢在桌上做這些紅豆坑餅 最遲走的,給錢 沒有錢 可以洗碗嗎 花蕾… 真的走… 其實我早就給錢了 還打包了兩盒金曼炭 請教授 請教授 陳安立,老闆娘剛才告訴我 這道沿海有很多海鮮吃 就是海膽、拖羅、長腳蟹 你別那麼膚淺 這間店全城三代 獨菇一美,吃一樣東西 謝謝 請問一下 這是… 你要選擇哪一份 你要選擇 煮熟的 好 謝謝 小心… 這是煮熟的 對 謝謝 有一個小麥克風 真棒,這是湯淺名物 白飯魚加飯 你人生有吃過生的白飯魚嗎 沒有 我也沒有 生的白飯魚,如果放在熟的白飯 它就會煮熟,那就不好 所以就要分開吃 這裡一口生白飯魚,一口白飯 我會吃 你兩樣都想吃嗎 對 其實是甚麼 知道你心意 湯淺有名的是醬油 醬油調的時候好像有些甘骨 加進去,你可以嘗嘗 還有蜜糖… 對,可以買兩支豉油 醬油的甜味很清新 對 很新鮮 很新鮮,很新鮮,很新鮮 吃白飯魚飯很有家常便飯的感覺 而且剛才看到他在這裡煮飯 真的馬上想起家裡 是 我小時候經常在家裡吃飯 都是一個條例 是 即使那樣東西很好吃 我也會隱藏自己的情緒 不會極力地稱讚這道菜 因為如果我稱讚 我便知道我整個星期都吃得很鬆 例如我喜歡的番茄炒蛋 很美味 今天有個番茄炒蛋 就一個星期都吃番茄炒蛋 其實是很幸福的事 你家人知道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特別去烹調做給你 但一個星期都吃番茄炒蛋 而且現在自己煮的 我真的不太懂得煮東西 是 就更想念家裡的味道 你會嗎 我的個案是比較特別的 我媽媽不懂得煮東西 我從小到大都是吃工人做的菜 小時候我最喜歡咖喱薯仔 也是很好吃的 但有時很可惜 有些味道是吃不回來的 但我覺得日本人是幸福的 例如我們剛才吃的紅豆餅 140年都是那種味道 對,他們經常代代相傳 對,或是這個白飯魚… 傳下來 我相信真的可能… 你成長大了 對變老人家回來吃 可能也是那種味道 好吃… 很好 很舒服,好像不用用力 一經那些坑渠,你那種好像火車一樣 做得更多貨物 太多東西了 過山車 很吵鬧 我待會先扔下東西 我也聞到醬油的味道 我也聞到了 今集主題是懷舊 來到日本醬油發源地的湯淺 讓我帶你去 很著名的百面醬油露店 那裡吃雪糕 醬油店也有雪糕吃? 日本第一滴醬油 就在湯淺發現 這間湯淺醬油廠 有超過130年歷史 亦是日本小友 還用這些大木桶來做醬油的地方 只有這個桶,已經過了八年歷史 不知道桶裡面會是怎樣的 這裡有部分的醬油 就是用了京都最高級的 單波黑豆做成的 平時的醬油只養製一年 這裡足足養製兩年 所以香味特別濃郁 你… 你還未睜開眼睛,已經知道是你 我這些是高級醬油的味道 你別破壞這裡的味道 你走… 不停 別以為來到醬油廠 只是走走歸歸看 這裡還可以體驗如何製造醬油 可以進去製造醬油 人當然要衛生 洗手、戴帽、換衣服就一定的 你嗎 我覺得你簡直要沐浴淨身才好進去 謝謝 你有點暴力 是 是 很深 它很深 一邊繞一邊繞 我先嘗嘗 是否很濃稠 很深 很濃稠 超濃稠 情深似海 你是否搞豉油 是,我現在就是搞豉油 豉油 沒錯,搞豉油 這瓶就是搞豉油 原來是這樣,很有趣 它的形態不是水 因為它是醬油 所以密度高很多,很濃的 可以做活動 而且攪拌不是為了拍照 攪拌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醬油要靠酵母 才可以發酵出來 酵母是需要空氣的 否則生存不了 所以要靠攪拌令它們更活躍 我覺得自己是醬油 我是醬油 因為我可以帶出身邊人的鮮味 然後要靠出身邊人的鮮味 然後要靠出身邊人的鮮味 好像木桶那麼深 我覺得我也是醬油 因為讓你點來點去 你不吐吧,我已經捕了很久了 你醬油… 是… 預約參觀醬油廠 不僅可以攪拌醬油 還被濃濃的醬油味包圍 如果可以吃完下肚 你說多圓滿 對,差點漏了要吃醬油雪糕 醬油雪糕 你聞聞一下… 很鹹,很有趣 有鹹有甜 對 還要你 再加嗎 你試試… 你試試… 其實不加也挺鹹 對 先試試 加了一滴,保守一點 這件事很瘋 牌褲很有趣 很好 很好吃 不是一般人能接受 但我可以 因為我之前跟你說 我最喜歡醬油小丸子 那種有鹹有甜的感覺 我小時候經常在開玩笑 想說哪裡會有人加醬油加布丁 原來真的可以 醬油是可以加甜品的 你多加一些陳湯蠟 帶出鮮味 碌子 我加自己下去 平日去日本都很喜歡去前湯 本身已經有一身有鹹香味 很想洗澡 我沒有去過 帶我去吧 好,肉伯相見 再見,還是你自己去吧 公主,請上座 讓勞皮為你服務吧 表面上它是一張梳化 實際上它是一張手動按摩椅 這裡是湯淺其中一個 最古老的公眾浴池 現在變成了歷史資料館 不能泡湯了 想看蘇豪兒出獄?等多幾集吧 留意吧,原來南湯浴池很深 當時的日本男人 平均只有1.5米高 不想泡到,真的要站在這裡泡 這裡是湯淺唯一結合了 和洋特色的建築物 展示明治至超和初的古董 對,很多居民都會捐出全家之寶 很有愛 先走了,酒店等 究竟住在一百三十年歷史 由丁屋改裝而成的酒店 會有甚麼神奇的事發生 讓我來個宿舍旅館 我們現在身處的旅館 前身是一間魚蛋店 中間雕空了25年 再改建成現在這個模樣 我們先參觀一下 我覺得這裡很好 有很大的地方 可以放下我們的單車 不怕被人鎖了,進來… 我想這裡是前舖後居的設計 這裡很明顯是一個廳 外面是賣物的地方 先看看房間 陳安嵐 正在做事 你還沒洗澡,你躺在床上 不專業,我們先別管他 先看看這個區域 房間也很大 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角落 我想可以在這裡吃早餐 吃午茶、看書 沒問題,現在這些年輕人 先看看廁所 全都是很溫暖的木的元素 水喉夠厲害 陳安嵐 是否醉了,他聽不到我說話 這麼吵到 他睡了我很期待的浴缸 不要緊,整間房子都霸佔了 剛才我看到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位置 是天窗 我問過了 因為在魚蛋店煮食時有很多油煙 這是一個通風的位置 就是抽油煙上去 而且木屋照明就沒有那麼光 所以可能也有照明的效果 先上這個小角落看看 但如果我長得高一點 應該會撞到 我會撞到 陳安嵐 為何你又在這裡 你們怎麼能做到 繼續看看這間屋 這間屋 我喜歡 發開一間屋 失禮… 這裡的二樓是… 景觀比較好 我很喜歡你的屋 你覺得我們在劏淺玩了半天嗎 這裡跟其他日本的 很有歷史的小丁很不同 我覺得這裡好像沒有遊客區的感覺 而且很寧靜 真的有一種穿越了時空回到過去的感覺 如果有機會讓你穿越時空 你會想去哪個國家、哪個時期 我很喜歡以前有個大航海時代 航海?你要做海盜 那你不一定要做海盜 我可以做冒險家 那個年代很浪漫 因為你沒有GPS 其實也是憑著一個很浪漫的想法 然後你就出海 可能有人跟你說,那裡有黃金 然後就去找黃金國 而且我很喜歡日本的80年代 甚至我開車時 我會等自己回到80年代 我就不斷走路的街道 尤其是晚上開車 在公路上沒有車時 有一種感覺可以走回那種情懷 如果有機會讓我回到80年代 我也會想看看城市 還有看看家人 因為我記得以前打開家的相簿 然後看到我爸媽很清脆、很有活力 那你回看那些相簿 你媽媽漂亮嗎 超漂亮 我真的要掃描一張房子 讓你們展示出來 你媽媽的確認識一下 好,你看看 你媽媽的吃飯 建築物真的保存得很好 你看我們剛才經過的店舖、旅館 全部都是改建議城 我想最大的原因是 他們有一些職人是專門幫忙 修復建築,再活化這個城市 如果你說要比較 其實我也不想比較 但保留建築,說到香港 就馬上收皮 即是收了你的地皮 是 然後就蓋全新的屋 也真的 對,其實香港也有文物保育 但相對做得少 偶爾在某些區域只看到一棟、兩棟 但日本人是整個小鎮 可以完全保留風貌 甚至他們將它再活化 可能由魚蛋舖變成酒店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我們真的值得學習 這個百年古鎮 讓我們看到當地的街坊 為了守護自己的社區和歷史 那種同心協力 你覺得今天好玩嗎 踩單車漫遊古城也挺享受 不過漫活完畢 下一集,魔鬼教練回來了 日語燃燒青春、燃燒卡路里 一齊單車踩爆日本 陳先生 周圍都是他 周圍都是陳安立 你好 為何推銷得那麼辛苦 這房子最大賣點就是… 周圍都有我 周圍都是… 晚安… 你關了甚麼門?你開了它 眼大看過龍,你知道嗎